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捷赢仪式比赛的两支队伍上场 我们请正方以及反方 看到对面这个阵容 你们有谁期待自己坐在这一边的吗 很期待 我跟你说咱们学辩论 我们学思辩学表达 就是难得有这一种对思辩表达这么高挑战的一个场合 你应该很有兴奋感 很想上来才对 但是幸运儿今天就在这 正方这几位 给大家介绍 我们站在正方的是学员队 我们先请学员队做自我介绍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正方一辩郭普元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正方二辩汤李维 大家好 正方三辩李树贤 大家好 正方四辩任爱宁 大家好 正方五辩张若水 大家好 正方六辩姓伯君 在这写我方便手 向各位问好 谢谢 你好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今天的反方 他是我们的教练代表队 其实这几个人呢 他们背后的真实身份都是目前各大高校中 要么呢 都是教练级的存在 要么呢 就是新年在华语变谈中 也没有太久了 你们毕业毕竟还 都是当前国际辩论赛事上的 表现非常杰出的专业变手们 要么呢 有的甚至是今天国际华语变论赛事中的 常驻的评委 都坐在这里了 我们今天进行的题目 是这一道 一场注定会输的比赛 到底还有没有努力准备的必要 OK 一场注定会输的比赛 还有没有必要努力准备 我们先在开始之前做个简单的调查 各位手上有着红蓝卡对吧 反方还没介绍队伍 我们先请反方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反方一辩 孟泽宇 大家好 反方二辩 罗洪坤 大家好 反方三辩 陈玉谦 大家好 反方四辩 李书洋 大家好 反方五辩 祁玉 大家好 反方老六 杨鸦诚 哎妈呀 好了 继续我们做我们的民调 请问一下 有谁觉得一场注定会输的比赛 还有必要努力准备的呢 如果你觉得是有必要的话 请举红牌 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努力准备 请举蓝牌 哇 这么一面倒啊 谢谢 好 请各位放下手卡 这样的赛制 这样的民调结果才好玩呢 好 咱们一共有六轮的交锋 中间还会有一场自由辩论 我们先请 正方一辩 上来率先陈词 您的时间有两分钟 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我是正方一辩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一场注定会输的比赛 就像是一个注定会失去它的价值的物品 而问题就在于 我们应不应该在它身上花费心力 就让我想到一个类似的行为 就是给尸体入恋 既然尸体最终到埋进土里暗无天日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尸体穿上整洁的衣服 化上妆容 让他们体面地离去呢 也许最大的原因有二 第一 这是一种对生命的仪式感 对死者的特别的习俗 同样的 回归到遍体中 努力备战是一种跟比赛的约定 即使为这件事情做 并没有努力 并没有功利性的意义 但是我也要为它付出 也许是热爱 也许是一种执念 但是我愿意遵守这份约定 第二 入恋也是做给活人看的 那些还有生的意义的人看的 同样的 如果有些时候 我们要打一场注定会输的比赛 我们就是打给 那些还有胜利可能的队伍 我们要向他们证明 即使结局已经注定了 我们也会让对方赢得不简单 我们也会拼到最后一刻 其实往大的看 人生就是一场注定比赛的 注定失败的一场比赛 哪个人能够长生不死呢 那么我们会因为中央失败 中央死亡 而放弃人生的努力吗 不会 人的一生结束之后 人家会留存着痕迹 异于世 即使中央死亡 我们也会努力 在人世间留下浓墨重彩的异比 就像亮剑中 骑兵连为了掩护 大军团撤退 留下来断后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进行了四五次冲锋 最终只剩下一匹马 一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 连长孙德胜并没有退后 他选择了调头 冲向了那密不密密麻麻的 日本军团 他毫无反顾地冲了进去 这就是他的勇气所在 他留下的这份精神 不仅感染了我们 也感染了当时 数千数万的抗日意识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价值 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拼搏 自己的不要命 把这口气留下来 人活的就是这一口气 然后来激励更多的人 把这份意义传达下去 谢谢 反方一变 两分钟发言 请 好 谢谢各位 其实这方一变就讲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他讲一场必输的比赛 我们要付出 有的时候是热情 有的时候是热爱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这是年轻人的态度 可是我们作为老人 要给大家讲一件事情 王阿博讲 他在20岁的时候 我永远没有想过 他会像一头老牛一样 一天一天地被锤 直到丧极希望 其实今天变体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因素 是这是一场必定会输的比赛 我们的热爱应该投注这里吗 我们的热爱不会减少吗 我知道 像大家的年纪会觉得说 热爱永远不会减少 我可以永远地拼搏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可以获得无限的成长 可是我问大家 当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 你还真的会这样吗 我们都有个小孩 叫思涵 今天来这里 他一场一场地输 一场一场地输 到最后有一天的时候 他觉得不太行了 他觉得说 我自己可能努力不下去 坚持不下去了 说实话 我们在座的 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会在痛苦和失败中迷茫 所以那天晚上 我跟他讲了很多 我说没关系 我们就聊聊天 聊聊心情 那天的变体 正好就是今天这一场 这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我们做了一晚上的 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之后 我们没有备赛 没有努力 第二天 那个场上的思涵 才是我见过真正的思涵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份热爱本身 也有可能被伤害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对方讲给谁看 其实很有趣 如果这是一场 必输的比赛 你想想 我今天 我作为一个剑客 我要挑战 那个天下第一的剑客 我说我要去 因为我给大家看 可是别人怎么看呢 别人会说 这是个笑话 谁让你不自量 那一句挑战他 所以给谁看这个问题上 也不像你方讲的 那么理想 当别人也恶意 对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而最后 我想讲 其实今天 我知道对方可能 待会会讲说 打我们就像 永远打不过一个比赛一样 我们要好好准备 其实说实话 在心态上 我方觉得 我方才永远战胜不了对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你们身上 看到了未来的种子 你们的年轻 是我们永远也打不过的事情 我们知道 我们总有一天会老 我们知道 这个话筒 总有一天要交回给你们 所以说实话 今天我们不太想好好准备 或者我们没有好好准备的原因 是想把话筒留给你们 所以到你了 回员 哎呀 请双方到杠筒前准备 双方各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我们先请正方发动攻势 请 就像在奥运赛场上面 刘强即时的脚受伤了 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参加比赛 这是为什么 其实说实话 他没有必输 是因为我没有那份信念 可是我想 我问你 他每次脚都受伤 每次脚都受伤 这时候隐退 不努力准备 是不是他的选择 那个时候他的脚已经伤到 他自己非常清楚 这样比赛必须得输了 但他为了国家的荣誉 这份精神 他还是要参加 对不对 他要参加不代表 他要努力准备 他平时也要必须努力训练 因为这是对这份工作 认真负责 对 所以他平常的时候 是因为他觉得他能硬 他才努力准备 我问你 当你的热情和付出 被一次又一次的击败的时候 你怎么继续坚持下去 不对 他是为了 要在奥运赛场上 拼出自己的权力 他才要去继续努力准备的 所以我问你 他怎么继续坚持下去 继续坚持下去 如果脚受伤到一定程度 他就没法坚持下去 对 所以在那一刻 其实我们也不用努力准备 所以我问你 当我们遇到了 永远打不克的年轻的时候 把机会让给你们 是不是更好 但很多时候 我们心中的热爱 并不是说 能被那个脚上的东西阻碍的 还有 sorry 就是 没有办法被阻碍 可是我问你 当你经历了足够多的失败 当你等一下的比赛 结果如何 我问你 如果等一下比赛你输了 你会有什么感觉 输了就输了 没有关系 我要向他们证明说 就算今天我看着 这么庞大的一个影子 站在我的身前 我还是想要上来 跟他打一打 感觉一下这种感觉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呢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 我觉得输得不丢脸 因为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我们就是必输的 OK 可是我刚才也讲了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正方有这份潜力 我们觉得说 我们应该把这份胜利 让给他们 我们不好好准备 是为了你们的未来 那也并不是啊 这样子并不一定对我们的未来 有更好的帮助啊 如果您今天认真打 让我们体会到这份压迫感 我们将来会不会 更加努力地认真准备 说实话 就是不好好准备 你们不一定有压迫感 可是给你们一些机会和希望 你们才能够继续努力 所以今天不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打的 他们这种压迫感 已经给我们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我们只有认真准备 才能更好地证明我们 对他们的态度 我们对他们认真 谢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在我们这场赛事中 其实还有两个神奇的设置 我们还有两个锦囊 其实在正方身上是可以使用的 其中第一个锦囊是天外飞仙 我是飞仙 第二个锦囊是余音饶梁 余音饶梁可以增加30秒 依旧正方你们要使用的话 记得要提前智慧主席 在双方异变开场了之后 我们这两张卡片正式启动 马上来到第二个交通环节 请正方二变陈词 您有两分钟发言时间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昨天看到这道变题的时候 我想起本书叫做 杀死一只只羹鸟 我希望小文 接下来要讲的故事的时候 大家能够明白 为什么一场注定要说的比赛 还有必要努力准备 另一种原因 叫做时代的需要 故事发生在 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有一个律师叫做阿蒂克斯·芬奇 有一天小镇上发生了一起强奸案 一个叫鲍勃的白人 控告黑人汤姆·鲁宾逼逊 侵犯他的女儿马耶拉 芬奇被法院委派为 为那个黑人汤姆做辩护 芬奇发现这个控告 存在组的疑点 第一是鲍勃一直没有给出 女儿受到强暴的医学证明 第二是汤姆从小右手残疾 所以根本没有强暴他人的能力 所以种种证据都表明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诬陷 可是问题是 当时美国是一个 极度种族歧视的社会 当时的黑人和白人 甚至不允许坐在 同一辆车厢里 所以说这场关系 他们根本没有赢得胜 他们根本没有赢得胜算 因为不管黑人有罪或是无罪 只因他的肤色 他都注定在与白人的 种种博弈中 没有了赢的可能 没有了赢的权利 不管事实是什么样的 可是芬奇仍然收集证据 仍然不停深入了解案子 仍然努力为汤姆做辩护 可能对方便有会问 最后这个汤姆 还是被法官和陪审团判为有罪 还是在后来越狱的过程中 被乱枪射死 那这个芬奇的辩护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他是这么说的 努力并非是一把枪在手里 而是你动手之前 勇敢并非是一把枪在手里 而是你动手之前 你就知道自己会输 但还是会动手 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 因为你早已不是 这场比赛的参赛选手 你是战士 你在反抗 在战斗 在打破 在那个时代 这场比赛注定会输 但战士会保护好 每一只只羹鸟 这是时代的需要 只要在每一个 涉及种族歧视的案子中 黑人都努力争取了 自己的权利 将这个种族歧视的 又高又大的塔 挖掉一点点 再挖掉一点点 这个又高又大的塔 最后终有一天 有倒塌的可能 我们都要为这个 最后的美好的一天 做准备 即使我们这一场比赛 可能会输 谢谢 请正方二变成词 反方二变成词 对不起 主席作弊 还想给正方加时间 但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逻辑还是要讲 反驳还是要讲 不能我们六个人 双方六个人 十二个人 都在那里上架值吧 继续动 怎么又浪费我时间 真的是 我快点讲 我快点讲 对方今天讲的是一场 注定会输的比赛吗 根本不是 黑人的事业继续奋斗 最后不是成功了吗 大家都看在眼里 每一次努力 每一次挖掉一点点 高塔 跳掉一点点 墙角 那是注定会输的比赛吗 根本不是 对方没有今天犯什么错误 两个错误 第一 他对注定会输的比赛 他的绝对力量 毫无感知 什么叫绝对力量 什么叫注定会输的比赛 各位 你们现在任何一个人 跟我比 从这儿去北京 我开车 你们走路 我们比 这个比赛有意义吗 你们愿意跟我比吗 我查过 部门不休开车去北京 我花二十五个小时 你们至少要三十多天 这个比赛有意义吗 如果比赛真的长成这个样子 请问这方同学 你还会积极准备吗 对方没有 今天你是个新学围棋 两三个月的小朋友 你要跟 阿尔法购来进行围棋比赛 也许你们会参与 也许你们会玩 但我不相信你们会认真准备 准备什么呢 你那个时候再找你的老师说 老师再教我两招 老师最多只会笑笑跟你 加油 可以的 不可能交给你更多的 所以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对方没有你说的太轻松了 第二 对方没有你有个高看 高看什么 就是高看我们每个人的热血 当然我知道 每个人都有热血 每个人面对这种巨大的困难 都说我要上 我可以 我付出一切 我抛头路撒热血 我把一切都交出去了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种话 往往在少年漫画里特别多 因为少年的一切不值钱 少年还没有体会过 上面要抚养老人 少年还没有体会过 下面要带孩子 少年还没有体会过 有那么多员工要养 所以付出一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值得倡导的价值观 谢谢 好 谢谢 请双方到杠董前准备 各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按规定 我们请正方率先发动公事 在我发现那个举的例子里 黑人当时那场官司 就在那场官司 他是不是注定会输的 没有啊 每一场官司都有输赢 对方表 假设现在让你跟世界级拳王 泰森那样的人打拳击 请问怎么认真准备 是事先写遗嘱呢 还是买保险 什么时候我们会跟世界级的拳王 认真准备呢 还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所有官司都有输赢吗 您发现逃避一个问题 就是在现实成 在那种种族 其实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当时的黑人就是注定会输的一场官 对方表 您刚倒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 这么不平等的比赛 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呢 请问背后有什么呀 这么不平等的比赛 不会落到我们头上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讨论这种东西 我们举个现实中的例子 比如说在奥运会上的 斯里兰卡 他们有个片方球队 他们和中国片方球队的 打比赛的过程 他们是注定会输的 那您方是不是认为 他们都不应该任能准备了 对方表 谁说他们注定会输的 每一个参赛选手上调之前 都会做努力的准备 因为奥运会比赛是公平的 但是问题是 有些比赛根本就不公平 哪你根本没经过训练 跟泰森打 打不过 请问这样的比赛 我们要参与吗 OK 所以对方在说一种不公平的比赛 但其实在黑人的那个例子 它也是不公平的比赛 我们就要通过自己努力去奋斗 努力去改变 努力准备 才能让这个不公平的东西 慢慢消失 好好好 我给你演化一下 假人在黑人打官司的 那个例子里面说 我方的辩护律师可以开车了 您方的辩护律师只能走过来 请问这样的官司我们要打吗 这样的官司 您觉得是太极端的一种例子了 还是回到杠斯里兰卡那东西 您觉不觉得他们的输赢 他们除了输赢 还有另一种东西 叫做我们为了国家的荣辱 为了我们国家的定属水平 更上一层楼 我们要去努力整个这张比赛 对方朋友 你有什么好逃的呢 辩题就是必输的比赛 本来就很极端啊 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选 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还是 我方觉得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背后必有阴谋 劝大家一句 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凉乡 谢谢各位 上半场第三回合交锋 双方三变陈词时间 先请正方三变 您有两分钟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对方阿贝刚才举阿尔法狗的例子 但是其实一个刚学围棋的小孩 是没有机会挑战他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而人类骑手 职业骑手 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阿尔法狗的时候 同样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他们没有努力准备吗 因为他作为人工智能呢 他可以跳出人类的思维定式 为围棋这项古老的运动 创造了新的招数 新的下法 骑手们研究和学习 这些技术才可以突破自己 正如孤勇者的歌词所言 或许就像西福斯推石头一样 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但没关系 因为还剩下这一枪孤勇 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 再来 比赛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输赢 对一个文艺家而言 作品是意义 鲁迅和博尔赫斯 没有拿过诺贝尔奖 但不妨碍前者 启迪了一代国人 后者打破了写作传统的束缚 对一个运动员来说 使命是意义 苏比天的短跑 又何尝不是必输的比赛 可他用尽全力为国出征 打破了世人对黄种人的偏见 对我们变手来说 热爱是意义 对方一变举思汗的例子 那天最后一场比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输给了我方四遍 但是我把我们队的票投给了他 因为他成词的时候 我在台价厅哭了 我相信讲出自己的心声 那一瞬间他是幸福的 思汗下次清续赢给你打教练 你来打 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太多的意义干 努力准备就是对意义最好的尊重 如果输是命中注定的结局 我们只需要表现最精彩的自己 就像生命这场比赛里 我们在场每个人都注定输给死神 但我们仍然要努力向死而生 不是吗 结果如何是天定的 但这个故事的有趣精彩 戏剧张力 是我们可以自己定义的 他强任他强 兴奋扶伤甘 谢谢 谢谢 正方三变 陈词两分钟 反方三变 陈词两分钟 我错了 请反方 各位我们都是变手 那看到这个题目我们得想一想 什么样的情况是必输的 学长刚刚告诉我们 实力在绝对的差距面前是必输的 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是一定必输的 就是在你们两之间有一股结构的墙壁 什么意思 我举一个轻松一点例子 你们有没有陪长辈或者领导打过球啊 你只要登台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 这场比赛不是拿来赢的 是拿来送的 但凡你努力认真了一点 都是你这个人没风度 有没有陪自己喜欢的人玩过游戏啊 但凡你努力一点啊 显得你这个人特别不懂取舍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 努力是人在一条赛道上被限定了标准以后 我向前迈进的那个很奋力 很感人的背影 但是在努力之外 有没有别的东西 有的 你的选择 因为我们这边提的时候 一个必输的比赛 我再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你在2019年的年末选择开了一家餐厅 还在旅游景区 可惜疫情来了 你选择在49年的时候加入国民党 结果国王了 你告诉我 你喜欢在储贤面前先结辩 结果结输了 你告诉我 这样的选择能体现出你的孤勇吗 没必 但是你要清醒地告诉自己 很多时候 人的努力 只是在你对大局判断无能时候的自我安慰吧 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当然很明白 你们心里有一腔热血 觉得努力能解决所有问题 那是因为 你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太简单 这个世界告诉你 路在那里 只要拼 我们能创造一切的可能 其实路之外还有别的路 路之外还有别的路 路虫之外还有别的路虫 所以实时务者为俊杰 在一场必输的比赛面前 选择那个可能赢的赛道 这才帅 这才英勇 好 谢谢 请双方到杠筒前准备 双方各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正方请 学长如果你和领导打球 然后如果你随便打 还是让他输了怎么办 随便打 显得我输了潇洒 你也赢得开心 但是如果他还是输了怎么办 所以说明这件事情 可能你输得还不够潇洒 所以更不要准备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可以努力准备出一个 让他更好看的你的姿态 也许 不过那个时候 你的动作就变形了 领导就意识到 你在故意让 领导难道意识不到吗 OK 我先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一直告诉我说 在 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输了 我能传承一种精神器给别人 可是如果你把传承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比赛 我传承不了我的精神器 这件事情也输了 你还要不要努力 所以我们要努力 如果连精神器都无法向大家传递的时候 我该努力什么呢 努力 为了让自己不留下遗憾 好 努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 那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 如果现在你还有脑友余力 选择我要在哪条赛道上努力 是不是要选可以赢的那一条 那我们在选择赛道这场比赛里 我反正也是努力准备的呀 好 我就告诉你一个我很想讲的例子 剩下时间都归你 其实比如说在清续云成长的这个舞台上 我已经是注定要输给你了 但是我知道 在这里我不是主角 我的努力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今天 我是要注定输掉我在成长的速度 我宁愿把这个麦克风和聚光灯给回你 但是说真的 作为学长的队员啊 今天我们每一场比赛 我们走到这里 他的努力和辛苦 我都看在眼里 好 每天我们队的队员 他不是那么好教的 所以谦歌在这一场比赛里面 他还是付出了他自己最大的努力 然后把这个聚光灯给了我 谢谢 上半场的交锋 到这里告一段落 马上会进行的是 自由辩论的时间 自由辩论之后 咱们会有下半场 飞行 想飞行 飞行一下是吧 好 自由飞行计时 自由 你们不能动啊 我去听听 我去听听 我去听听聽 他就在里面 我去听听 都不在过 有时候 我去听听 都不在我 就在我 都不在我 这 都不在我 很少 哪 都不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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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 请飞先回归 好 自由辩论 双方各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双方请准备 咱们先由正方发动攻势 请 教练们好 您方今天告诉我说 您要把这个聚光灯 还有舞台让给我们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成长 所以如果您方能拿出来 全部的努力来准备这场比赛 我们不是会更加能够得到成长吗 我怕你这辈子以后 就不想打辩论了 还谈什么成长 所以我要问你 如果你今天跟人跑步 有有胜的可能 跟高铁跑要不要跑 来教练 都是老油条了要比较 什么叫做注定会输呀 今天我打积分赛的时候 我跟对方台下的学生们 打悟50%开 我今天跟你打悟只有5%的几率 哪一个注定必输呢 5%也不是注定必输 你拼了命和高铁比跑步 请问这是对于奔跑意义的尊重 还是对于奔跑意义的亵渎 哪里有一个专门可能 100%会输的一个比赛呢 我问您方 您方刚三遍说 实施务者为俊杰 那么选变题的时候 如果这张比赛无关紧要 那么应该选容易赢的那一方 还是要选我们的新政呢 我告诉你什么叫100%会输的变题 今天变题叫做 郭普远的妈妈更爱你还是更爱我 这就是一个我100%会输的变题 这样的比赛你要打吗 那可不一定哦 对方都是变得看得到老人调的黑 把什么的什么的 把黑的什么的白的 我再给你举一个必然会输的比赛吧 时代不断的发展 像以前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牌字员 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打字打印机 打得很快 你还去当一个牌字员 你再努力也注定会输 是不是应该换个赛道呢 就算100%会输我也要打 我就要去试一试看看 我能不能把它打下来呀 所以你就要试一试跟高铁赛赛跑 你真的想跟太阳间比一切 对方同学 在绝对实力面前 我们如果已经真的悬述到了 我一个两岁小孩要去打阿发购 这个时候不需要您放高速而不努力 我们自己就会放弃 反而是不能因为我们努力 努力可能白费 就要提倡大家不努力 这个时候越是有这种消极的情况可能出现 越要提倡大家去努力不是吗 恰恰相反 人在很多时候都判断不了 自己是不是那个两岁小孩 还是那个可能跟高铁赛赛跑的绿皮火车 所以问问宁芳 要不要在这个时候更谨慎 更理智 更判断 更谨慎一定是要的 可是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不选择去跑那个比赛 我们就会亵渎我们心中这份热爱 我们年轻啊 我们可以 我们勇敢 我们可以输 那为什么来勤询营不去跟高姐赛跑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跟宁芳打比赛呢 说实话 为什么要跟宁芳打比赛 是因为我们今天想把话筒留给你们 把机会留给你们 因为说实话 如果你觉得跟高铁赛跑荒谬 那我们跟变老这件事情赛跑 它不是荒谬的 是每个人都要遇到的 而我们要抵抗衰老 这是抵抗不了的 年轻的话筒是你们的 对 话筒让给我们 可是宁芳要不要认真准备 宁芳今天随随便便准备一下 你觉得我能跟你学到什么呢 宁芳今天努力的百分百准备 我能认识到我跟宁芳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我方很努力准备 就是因为这不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所以我们彼此尊重 对不对 所以你们放弃咯 不 其实说实话 刚才宁芳很多对变 我觉得是赢这个预迁的 所以在很多时候 我觉得并不是宁芳是注定会输的比赛 可什么是注定会输的比赛 柯达胶卷 一代胶卷的没落 我们跟不上时代 我们没有那个格局和大局观去判断 我们自己顾铺自封 让自己注定会输 要不要学着聪明一点呢 其实有些时候输并不是一个比赛的最后的归宿 我们除了输赢 还有很多东西值得追求的 比如说我们怎么输 我们以个什么样的姿态去输 我们在输的过程中 有没有获得成长呢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成长可能在这场比赛之外 除了这场比赛 你还有很多东西值得追求 与比起你花无数的时间就跟高铁赛跑 我更希望你追逐的是自己的人生 那努力准备你练习跑步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一个你自己获得成长的过程 你说你要成长 你说你要影响别人 你非得和海底捞的那个服务员去比端盘子 那个机器人服务员去比端盘子 结果一败涂地 请问你影响了谁 影响了什么 今天您忘了三面说 实时务者为俊 结果还是那个问题 如果今天我跟剑表老师打 我今天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那我选变题的时候 我应该选那个能赢的 还是那个我的心证 讲出我金融想要讲的故事 我觉得你去选择那个 你觉得可以在场上 打出你最漂亮的比赛 那个就是你的胜利 所以回过头来 您忘了今天讲说 我是做给别人看的 然后我方一边说 做给别人看 别人会嘲讽你 你到最后说 那我就做给自己看 有没有可能只是一场 自我感动呢 那既然今天我要打出 一场最漂亮的胜利 那我是不是应该好好准备 才能打出这个胜利 不一定 如果你在这场比赛当中 你意识到你必输 选择了把这个时间 花在更有益的地方 我会觉得你更聪明 你赢得更好 对方说一个在自我感动 所以您一方是不是觉得 那些抗日战士 他们在为祖国 炮头炉撒热水的时候 是一种笑话呢 抗日战士做的努力 是必输的比赛 至少他们知道 他这个战场下 他的生命 他的死 去为我的这个国家 我国家更好来做 那场比赛 从一开始 中国人就从来不觉得 这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那个时候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而如果你跑高铁的话 你觉得从一开始 会有人相信你赢吗 不 您方是站在上帝的身上下 我们现在往过去看 当然知道这个比赛是赢了 可是当时我们是小米加步 强对方船舰炮力 当时就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并不是 就是宁方没有搞清楚 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宁方一遍说 那个启明连连长 他的任务 就是要拖延敌人的时间 他非常漂亮地做到 那今天如果说 我们要追求公平正义 这样的理念 我们世界能有绝对的公平正义吗 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这就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但为什么我们还要追求公平正义 所以不要追求 那个假的空的公平正义 具体的每一场案件 每一次比赛 做到绝对的公平 这场比赛能赢 我们要赢 不能赢 不要幻想做梦 那今天这场比赛 如果也是一场实力选出 注定会赢的比赛 会输的比赛 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中 努力准备 这就是对我们自己实力 和对对手 对赛上的尊重 对 所以这就是公平正义 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落实到每一个步骤 打好每一场官司 这就是我们为这个东西 所做的努力呀 谢谢 上半场交锋 双方已经把前边该有的交锋的点 近乎达到底了 我们看看下半场 到底这场交锋的走势 会往哪儿去 我们请正方四变成辞 好 谢谢主席 都是打变论的 一套变题一定要比较 对不对 注定会输 什么会注定会输 我跟你们在座 各位打比赛的时候 我的胜率是50% 这个时候 这个结局不是注定 可是我今天跟教练打 在我们实力相差这么大的 就是我只有5%的可能 所以这场比赛 跟那个积分赛中 一定注定会输 第二点 打变论为了告诉大家什么 我们要有借鉴意义 知道变题一定要在现实中 能够用出来 所以今天对方举那个 我跟高铁赛跑的流行 问一下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自然这里打变论 我们给他们底下的 启发的意义是什么呢 来 大家今天都知道 我早上打冠军赛 对吧 我是一个特爱赢的人 我今天就一定要赢 所以那个奖杯 我看她很久了 我就是想要赢 我打比赛 我跟你说 我就是为了一定要赢 我不会去想那么多 可是 所以说我每天 打积分赛的时候 教练 我的教练 佳妮姐她跟我说 哎 爱宁 这一套论特别新奇 没有人打过 要不要试一试 我告诉她 能赢吗 佳妮姐说不一定 我就要给我一个能赢的 我要一个特漂亮的论 所以说 有一次打比赛的时候 我的本子上放两条路 一条路是 昨天那个准备的 非常漂亮的论 一定能赢的论 另一条是我现场 做出来的攻防反应 我选了哪个呢 这么爱赢的人 肯定选第一个 对不对 可是你发现 输赢它输不住了我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比赛 我们是为了那个输赢 去打的 我们为了赢而去打 可是今天这场 好不容易有一场 能够注定会输的比赛 那个输赢就匡扶不住我了 我很庆幸地遇到 这样子一种比赛 为什么 这个的时候 我不会想说 这场比赛我一定赢 因为我注定会输的 所以我这场比赛的时候 想的都是 这套论 我以前有没有打过 没有打过 我去试一试 以后能不能hold住 能hold住的话 我就是为我自己 积累一个经验 这场比赛 我想的更多的是 我在临场反应的攻防上 我能不能做得更好 更精进一点 所以我方今天 想告诉大家的是 注定会输的比赛 不要去觉得 输很可怕 不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打比赛 我们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我们就是为了现实的赢 那么在大多数情况 我们都是一个 现实主义的人的时候 好不容易到 能注定会输的比赛 那就让我们在这场比赛中 浪漫一次就好了 谢谢 反方四变 请陈子 我们换一个角度吧 其实对方讲的 我都很感动 可是这条变题里面 其实最让我爱眼的一个词 这里面的必要两个字 都要说非常好 非常浪漫 非常充满理想 可问大家一件事情 这种浪漫 这种理想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都是必要的吗 大家在这里爱上了辩论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 回到自己的学校 可能也会变成一个 辩论的爱好者 而每个辩论的爱好者 你们回到自己的学校之后 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问过我是学长 我回到我的学校里面之后 我发现 他们不像我那样热爱辩论 我想要好努力 好努力准备一场比赛 可是他好像就不想 跟我这么努力 他在那里滑水 他在那里干很多别的事情 我好难过 怎么办 怎么办 其实没有办法 因为理想 很多时候就是孤独的 荣耀的背后 刻着一道孤独 很多时候 我们拥有我们的理想 我们想要在这里发光 我们想要在这里 微光 吸引微光 可是有的时候 微光就是没有办法过来 我们只能做的事情是 我们去等待 我们去等待一段缘分 我们去等待一段机缘 可是这个时候 我知道很多人 会非常地想要 己所欲施于人 对不对 我们非常地想要告诉你 你说你怎么能不热爱辩论呢 我们说辩论非常有意义 超有意义 特别有意义 可是 可是 你在这样讲的时候 尤其是你还作为一个学长姐的身份的时候 你的理想 变成了一份压迫 知道吗 理想主义它最美好的地方在于 理想应该是温暖 它应该是有温度的 它应该是去温暖人心的 而一旦你觉得我的理想 就是这个世界的必要的时候 你会做一件事情 你会去强迫别人 你会创造下一个别人必败的比赛 你会从一个反抗者变成一个恶龙 所以我知道理想的道路没有那么轻松 我们想要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们只能保持我们的热爱 剩下的 我们就只能交给人就好 谢谢各位 请双方到杠筒前准备 你们这两人的笑容是啥意思 请正方率先发动攻势 李总今天你刚刚讲保持热爱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跟变体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保持热爱就要必输呢 不 我说的是 在我们遇到一个必输的比赛的时候 你可以说我还要努力准备 这是你的理想 可是如果有人不想努力准备 你要跟他说不 这是你的必要吗 所以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呢 因为你所有觉得你的优点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不必要的 底线是必要的 我们要遵守我们做人的底线 我们要讲文明有礼貌 遵守法律 可是理想它不是吧 我方觉得必要 就是能够让大家值得去追求这件事情 它就是必要的 法律它是人的底线 可是追求也是人的底线 是的 值得去追求 虽千万人无往矣 非常值得去追求 可是有的人就想追求自己的小确幸 就像你说的嘛 你一开始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优越驱动型 遇到必败的比赛 你就不想去参加 这个时候我逼你去打一个理想主义论 合适吗 合适呀 我会觉得这个事情我是必输的 所以我不可能赢 我就尝试一下 这不是更满足了我的优越感的 这个时候学弟妹面对你 她想要打的是一个普通的论 可是你非要要求她去打这个理想主义论的时候 她跟你之间的argue就成为了另一场第一败的比赛 来 今天对方把必要讲得非常有压迫性 我方觉得必要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很对 我想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值得是追求的东西 大家内心自己评判就好了呀 对 所以我可以推荐 我可以以身作则 我自己去做 去赶招 可是为什么要跟她说 这是你必要的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两方对于必要的分歧 我方就觉得必要是可以追求的东西 好 那就很简单了 必要是必须要吧 所以如果我告诉别人说 这是你必要要做的 她有什么不做的理由吗 来 今天你刚刚 不知道了 今天你刚刚说要把聚光灯让给我 方觉得不是的 您方的变了生涯 快走到末期了吧 都说一说话的 他们说的 多给把舞台留给机会 这种舞台毕竟不多了 哎呀 妈呀 好 我们来到双方舞变的交锋环节 我们请正方舞变率先陈词 两分钟 好 谢谢主席各位好 今天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打一场比赛呢 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不在乎输赢呢 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 在打同样一场比赛的时候 可能我们追求的目标 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 大家来到这个清训营 有的人呢 他是想拿加变 有的人他是想拿全程 有的人就是单纯 我赢一场比赛就可以了 有的人他想拿冠军 比如说我身边这位 然后呢 但是有的人 你要允许有的人 他其实就是 我在这场比赛里 我只要把我 昨天没有打好的那个陈词 我今天不再卡壳了 我把它实实力地陈述出来 把我的观点分散给大家听 有的人也许就是说 我今天能够打出一次漂亮的攻防 来弥补我昨天 那个可能卡壳的对变 这就足够了 而我们当我们面对的是一场 注定要输的比赛的时候 我的目标 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 通过我的努力 在这场比赛当中 通过我的厮杀 我拼尽一切权力 我要剥掉对手的这样一层皮 这就是我的目标 对方今天告诉我们说 年轻人在追求热爱的时候 要有选择 要清醒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年轻人 他确实是 我们的眼界太窄了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眼界不允许 我们去考虑那么多 比如说 我打我打渊论有一年了 但是你说 这个我对于 辩论对于我来讲 他会不会以后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 他就是一场必输的比赛呢 其实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在一次一次的追求当中 我并没有失去 我所热爱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开营之后 我四场比赛输了三场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在昨天打学员打教练的那场比赛当中 我们讨论说好对手更重要 还是好队友更重要 我的稿子上就写了 就写了两个词 一个叫做真实 一个叫做痛苦 但当我听到奇遇节 珍传台子 他讲述的观点 和我讲述的是一样的时候 那一刻我知道了 成长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 挣扎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真的在 像我眼中的一些神明 去慢慢靠近 也许我永远不可能 比肩神明 但在那一刻 我活成了我心中的那个神明 谢谢大家 反方舞遍 其余两分钟 好 你们想要的 其实我们都懂 我们几个打比赛这么多年 你们要的那个奇迹 那个0.01%渺茫的 不能再渺茫的希望 我们都见过 也创造过 一场所有人都不觉得 我会赢的比赛 他们都觉得是必输的比赛 我几年前就赢过 所以你们说的那个 不可能赢的比赛 只有一种情况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比赛 而是一场狩猎 在西班牙有个传统的习俗 叫做斗牛 两万多人的一个大斗兽场 五百多斤的公牛 一个斗牛士 挥着那个旗子 然后牛冲过来 那个牛得冲啊 它得热血呀 因为它觉得 它用那个脚 顶破了那个旗子 我就能获得自由 可是等待那个牛的是什么呢 一把长矛 六柄飞刀 四把短剑 和一把匕首 没有一头牛 从古至今 能够活着 从那个斗兽场的后台 走出来 这个就是一场狩猎 对方就说 就算我是那头牛 我也必须要冲 哪怕我死了 我也要冲 我跟你说 如果你是那头牛 你别冲 为什么呀 因为两万多人在看着 你越是拼命地奔跑 上面观众的欢呼声 就越高 你越是遍体鳞伤 他们对于那个 胜利者的崇拜就越高 所以三百多年下来了 这么残忍的一项活动 还在西班牙流传着 就是因为主办方知道 只要他能找到 那头最野的牛 观众就会成为 那个最兴奋的观众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那头牛 其实你不要动 哪怕死 你不要动 观众觉得没意思了之后 他就会寻找新的刺激 什么刺激呢 足球场呀 篮球场呀 双方在公平的经济场上 才会真正的刺激呀 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好人 只有被规则约束的文明者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天然的公平 只有不断的弃绝 还有不断的重建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在未来会碰到很多很荒谬的事情 我们会为此苦恼 但是我劝一句各位 没必要 你退出来 不要用自己为别人的恶趣味去做嫁衣 因为你们真的太优秀 太棒了弱水 你不要成为那个斗兽场里面的野兽 谢谢 请双方到杠桶前准备 张主任好 双方各一分钟 正方请 好 学姐我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就是 我目前现在就是这场比赛了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重建这个规则 我不知道该怎么推翻这个世界 那我能不能去用我在场上的精彩表现 去表示我对这个世界这个规则的反抗呢 你不用推翻 大家觉得没意思 他们会帮你建立 假设那头牛有思想啊 那头牛知道 只要现在我拼命 人们就会觉得我身上的基因真的太好了 下一场比赛会把我的弟弟 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都送在这个斗兽场里面 这头牛你希望他怎么做 那斗兽场上还有一些牛 把这个斗牛是直接撞死了 您怎么解释呢 那是你不知道 一个斗牛是死了 之后那头牛会被拖到后场里面 直接杀死 那再问您方 您方告诉我说 我不用去重建规则 我可以等待别人去重建规则 那如果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讲 大家都去等待别人创造规则 那我们不就更加的沉沦在了 这个虚妄的世界里吗 你为规则做出了贡献 因为你给了别人创造规则的动力 如果还是那头牛 他现在又有思想了 他知道 这次我献出生命 没关系 只要我不做困兽之斗 他们就会不看斗牛 而转而看足球 你希望那头牛怎么做 我希望如果我是那头牛的话 我可以一边反抗 我可以等 我的一种反抗 也是对于那些重建规则的人的一种帮助 不是吗 你还是没听懂 只要你反抗 你就会奔跑 只要你奔跑 你就会遍体鳞伤 观众的呼声就会越高 如果现在我和一头脏熬 比谁叫的声音高 我越叫 观众越兴奋 他们就越想看 你希望我叫还是不叫 那我如果在这场比赛里 那我如果打边论的时候 我就应该在那里静默三分钟吗 如果是一场毕熟的比赛 主办方注定了张若水不能赢的话 你要抗议 你不要屈服 对 那我可以选择有声的抗议 有声的抗议 他们会来下一个张若水进场 只有你不说话 主办方才会不办 那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要去沉默地等待别人的救赎 那就这样 好 谢谢双方 刚才正方问的是 鱼鹰绕梁 是不是可以选择别的人做鱼鹰绕梁 还是必须指定下一个回次的 都行 无所谓 好 我们已经过完了五个环节 还有第六个环节 正方还有一张鱼鹰绕梁 可以使用 我们 先 那就加给伯军吧 这个鱼鹰绕梁 你没有 好 正方行驶鱼鹰绕梁 好 刚齐玉姐说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 斗牛市它会被挑死 但是挑死之后 这斗牛会被屠宰 但就算你待在原地 你就不会被屠宰了吗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有些时候 我们挑死一个斗牛市 这档比赛不会禁止 但如果我们所有牛 都去挑死斗牛市 挑死的人足够多了 这个比赛 这种习俗会不会被废止 这是我们可以主动 去做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站在原地 等着观众去把那些斗牛市 给拉下场 这是我们要去主动 去奋斗 为其拼搏 为其努力 这是我们可以主动 去做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 把主动的人 交到别人的手里面 让他们来决定我们的生死 让他们来主张我们的命运 谢谢 OK 反方六辩成词 您有两分三十秒钟 想鼓掌就鼓掌 我没事 孩子 你搞错我问题了 真正你要对抗的 从来都不是那个斗牛市 你们都是笼子里的猴子 你们一样可怜 你们要对抗的是这个斗兽场 你们要对抗的是 这一个黑暗的制度 我们知道 凡是游戏 凡是比赛 必有规则 比如说辩论比赛 他就要站在这里 比如说 我们有奖杯 他在这里 陈王败寇 冠军拿到奖杯 而亚军离开 这场擂台 一痕一束 站着地留下 躺着地走掉 这就是规则 可是这个规则 好在我们的建标学长 至少还愿意把胜利 给到公平的那一方 可是如果这个奖杯 只能属于仁爱宁 而永远不可能属于张若水 这场比赛 我们应该怎么打 这场比赛 我们应该怎么斗 你们可能觉得 一场辩论比赛很小 我也觉得一场辩论比赛很小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是一场更大的比赛呢 我们一定要在 别人的游戏规则里玩吗 我们一定要在 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 努力准备吗 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汗水 我们的奋斗 能不能用在别的地方 有没有人打过这样的游戏 有没有人在这样的规则里玩过 有 黑人作为奴隶的时候 他跟着白人的游戏规则玩 在那个种植园里 他是种棉花 种的最多的黑人 那怎么样呢 平等和权力 投票权能到他手里吗 不可能 工人 在那个摩登时代里 他做钢丝 扭得最多的那个工人 他每天拼命地努力 怎么样呢 他不停地在这套游戏规则里 再玩 他也玩不赢 因为变身逻奇者 不是养残人 你们做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结构性上的黑暗 你永远只是那一个斗兽 你永远只是那一个斗牛 你再努力 你再拼搏 你能做的 只不过是引得大家的哈哈大笑 你觉得你努力 你自我感动了 你觉得自己很棒 对吧 你应该觉得你很棒 你应该觉得你很奋斗 你们应该觉得自己的身上 都有着那一些 让自己高兴而骄傲的价值 可是 可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在别人的眼中 这是什么 在那些上位者的眼中 这是什么 他们从未拿你们当做一回事 他们只觉得 你们的鼓励 是可笑的 是无趣的 他们只会把你们 用干 抹尽之后 擦一擦嘴 说 味道还挺不错的 这就是真相 不要玩别人的游戏 而是要自己创建一个游戏 去革命 去抗争 如果这场赌局的规则和制度 注定就是黑暗的 是厌弃的 是把我们框在里面的 我告诉大家 走下这个舞台 离开这个桌子 先翻这场游戏 本场 捷银比赛最后一个发言次 请正方总结 请正方六变 大家好 我是反正方六变 幸福君 就是 在看到这个变题的时候 其实我想的不是输赢 我看到的是那场比赛 我们大家往往把目光 放在了输赢上面 注定会输这个上面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在比赛场上组成的 不止 仅只有输赢 有在场的观众 有我们上面的片手 有对面的敌人 有剑编老师 有摄影老师 有成员老师 前几天 我听到一件事 我觉得特别接受不了 我听到说 爱宁学姐跟 爱宁学姐她们 今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场了 我那个时候特别接受不了 我那个时候我特别的痛苦 我想的是 我要把在场所有的人 你们的名字 你们的面容 这一个场景 我给记下来 我不希望 等到多年后 我回顾起今天这一场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我只能记起的是那一场场输赢 我记得谁赢了 谁输了 佛说 前世千百次的回目 换来今日一次的擦肩 而修千百事换来同周度 今天我觉得 我们在场上 遇到我们的变手 我能看着 我身边那一些 我意中的友人 我能跟我尊敬的老师打 我觉得这个是 我不上的荣幸 我觉得 我特别喜欢 一句话 它叫做 你不知道哪一次分别 可能就是永别 如果说今天 这一场比赛 我们像 就是捷银的这场比赛 就是那一场分别 那我不希望 它是一场永别 我希望在这一场 我努力准备后 我能把这个遗憾 给圆满 如果哪一天 我失忆了 我可能忘记了 大家的名字 我忘记了 大家的面容 但是我希望 我仍能记住 我填补了 所有人的遗憾 我填补了 自己的遗憾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